接着来说一下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字体吧 字体就是那样用的是吧 通过字体什么代替图标是吧 那么就是你把那个样式考过来 用个试判标签 把样式考过来就行了啊 按照那个 然后这个字体文件夹怎么样 要和试验的文件夹 要统一个目录下是吧 刚才也说了啊 那么接着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关于这个什么呢 我们先来说这个导航条吧 导航条的话是 布鲁斯带里面比较重要的一块东西啊 而且这个导航条的话 它是怎么呢 它是可以什么 响应式的一种导航条啊 导航条啊 我们来看一下导航条是怎么做的啊 导航条的话 它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 它的结构是什么呢 它的结构是先什么呢 先写导航条 然后再写container 就是用导航条把container包到里面去 它是这么写的啊 它不是container包导航条 而是导航条包container 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好 来看一下导航条是怎么做的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把这个再导航一下吧 这个002啊 002导航条 好 这个不要了啊 什么声 好 这个也不要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导航条啊 这个导航条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先呢 先用导航条的那个样式啊 那么哪个样式呢 就是这个DIV啊 好DIV 然后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NAVbar 先来一个NAVbar啊 好 NAV NAVbar 这么一个结构啊 NAVbar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写完之后 然后里面再写一个container啊 里面再写容器啊 然后是DIVclass的什么container啊 它这个是反着来的 是吧 是它包container啊 好 这个跟我们前面用的不一样啊 因为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顶格的 左右顶格的啊 一般的导航条是左右做 左右顶格的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些东西啊 写东西 那么首先是导航条的什么呢 导航条的一个这个头部 是吧 header 是吧 header 导航条的头部啊 然后接着是导航条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导航条里面比如说是菜单 是吧 好 我们先做两块吧 一个是导航条的头部是吧 叫NAVbar header 是吧 好 那么这里面先写头部啊 比如说DIVclass等于什么 NAV NAVbar 是吧 NAVbar 然后是这个header 然后是 HEADER 好 NAVbar header 然后是 我们来写一下啊 NAVbar header之后 然后的话 这里面包括一个什么呢 它只要包括一个什么 logo 这是我们导航条 一般旁边是有个logo啊 是吧 都有一个logo啊 好 logo的话怎么写呢 logo的话 那么就是它是用了什么样式呢 它是用了这个 NAVbar brand啊 NAVbar brand啊 这样一个啊 我们先把这个做起来吧 好 比如说是 哎 啊导航条 这个我们的这个什么logo一般是可以链接的是吧 可以链接的 那么使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A标签来做啊 比如说这是个链接啊 然后是它的什么class什么呢 等于NAV NAVbar 是吧 然后是brand是吧 brand啊 好 假设这里面有个什么logo是吧 logo啊 logo啊 L-O-G-O 这一个logo啊 大写啊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航条是什么样子 是吧 基本的这个东西做出来的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头部是吧 看这个导航条是什么样子啊 好 这个是 这个导航条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那么大概是这个样子是吧 这个是样子啊 这里有个logo是吧 是不是没有背景色啊 是吧 老航条没有背景色啊 没背景色的话 那么我们要放什么呢 就是要放这个 再放这个是吧 NAVbar Default和NAVbar Inverse 这个的话就是做一个灰色的导航条 这个的话是做一个什么黑色的导航条 这样子啊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NAVbar Default 是吧 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NAVbar这个地方啊 NAVbar 然后是Default 是吧 F-A-U-A-U-L-T 是吧 好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定义一个灰色的导航条 是吧 好 这个写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它是什么效果 是吧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是不是有个灰色的导航条啊 这里是不是有个logo啊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个导航条 大体的框架给搭出来了 是吧 大体框架给搭出来了 好 那么这是灰色导航条啊 如果说你想做一个黑色的导航条啊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官方网站的它这个导航条 它是一个黑色的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怎么做呢 就是把这个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NAVbar Inverse 是吧 Inverse啊 那么就是这个第二个是吧 Inverse 把它复制一下啊 NAVbar Inverse 把它改成Inverse就行了是吧 Inverse的话这个是黑色的导航条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是比如黑色导航条啊 好 黑色导航条那么这个是好像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什么呢 这导航条有点怪怪的是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圆角啊 这个地方看里面是个圆的 是吧 是吧 一般这种两种顶格的这个圆的 是不是感觉有点肉啊 就不好看是吧 不好看吧是吧 这种圆的啊 一般是左右顶格是吧 左右顶格啊 好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如何把这个什么圆角给去掉呢 是吧 去掉这个圆角啊 去掉这个圆角怎么去掉呢 那么它这里面有这个 去掉导航条的圆角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这个 NAV bar static top 是吧 再写一个这个 是吧 然后是NAV NAV bar static static top 是吧 DOP 好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去掉它的圆角啊 好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下之后那么这个圆角是不是就没了 没了吧是吧 没了啊 好没了之后 再把这个导航条基本的什么 这个logo放好了是吧 接着导航条一般是什么 上面有菜单吧是吧 比如说是首页啊 然后公司简介啊什么的是吧 什么产品产品信息啊是吧 好这种菜单啊 菜单的话接着我们把第二块做出来啊 这是第一块是吧 这是这是定义logo是吧 这个是定义logo啊 第一块 这个是定义logo 定义logo这一块啊 然后是接着第二块啊 第二块的话就是定义菜单 是吧 定义里面的菜单啊 好这个是定义菜单啊 定义 定义菜单是吧 好定义菜单 然后怎么定义呢 就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它也是一套固定的写法是吧 那么怎么写呢 这里面有呃 第二部啊就是NAV 然后它怎么写呢 它是用UL来定义的是吧 NAV 然后NAV bar-NAV 啊 这个好啰嗦啊 NAV NAV bar-NAV 是吧 然后用UL来定义是吧 好 这个是 UL是吧 UL啊 UL 然后是 class的是什么 NAV 是吧 NAV 然后NAV bar-NAV 是吧 NAV啊 好这个写完之后 然后里面就写这个菜单的内容 是吧 菜单内容啊 这个菜单内容的话 那么记得这个菜单是可以链接的是吧 链接的 那么它就是用先用LI啊 先用LI 然后包上这个什么呢 A标签啊 包上A标签啊 好 好 这里面用A标签是吧 A 就是这个警号啊 好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首页是吧 首页啊 首页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是再来一个是吧 再来一个什么公司简介是吧 公司简介 好 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比如说是 呃 产品 是吧 产品 啊 解决方案 是吧 解决方案 这么会这么写是吧 解决方案啊 好 那么这三个菜单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 它的效果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那这是不是有首页公司简介解决方案啊 是吧 好 默认的话应该有一个是什么 是当前的菜单吧 当前菜单啊 比如说首页是当前菜单是吧 当前的这个页面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的话我们把首页给一个什么呢 首页给一个Active 是吧 给个Active的样式啊 这个Active的样式的话 不是写在A名里面 是写在这个LI里面 记得啊 好 这个结构一定要这么写啊 比如说这个class等于什么呢 对Active 是吧 Active 好 这么写完之后 那么里面是这样子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这个首页是不是高亮了 是吧 高亮 而且它的背景色稍微深了一点 是吧 还是当前页 是吧 好 当前页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还有什么效果啊 好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按钮里 在这个菜单里面插入一些东西啊 插入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插入这个 插入一些表单的东西啊 插入一些表单的东西啊 如果想插入表单的话 那么这个里面可以放什么呢 放一个form标签啊 在这里面可以放这个表单啊 表单里面可以放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放一个 来看一下啊 放放这个 在这里面放表单啊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呢 定义 菜单 菜单里面的什么 表单 是吧 定义菜单里面表单啊 表单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用什么呢 用form吧 用这个form啊 好 form标签啊 好 form标签的话 它的样式也比较多 是吧 看它的样式有什么啊 它的样式是什么 NLV bar-form 是吧 NLV bar-form 啊 这个是NLV bar-form 这里有啊 NLV bar-form 然后是class等于什么呢 NLV bar-form啊 好 然后这个里面呢 可以放一个 比如说我来放一个什么呢 放一个搜索框 可不可以压是吧 放一个搜索框啊 放一个搜索框的话呢 然后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DIV 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 form group吧 form group啊 O-O-U-P form group 是吧 好 form group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放刚才那个东西啊 比如说这里面拿一个 好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表单空间组 是吧 表单啊 表单空间组 然后可以放过来啊 放过来的话就是拿一个什么 import group吧 import group啊 把这个拿过来 就是刚刚我们做的那个东西可以拿过来啊 拿过来啊 比如说这里面拿一个 好 DIV class等于什么 import group吧 我们刚刚做的啊 G-O-U-P 好 然后这个的话是第一个是拿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输入框吧 input type 等于什么 text 是吧 然后的话这个 class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form control吧 form control啊 form control啊 form control C-O-N-T-R-O-L form control啊 好 接着的话是后面跟的是一个搜索的一个东西是吧 搜索一个按钮 我们想这个按钮跟它合在一块是吧 合在一块 那么这个是 刚刚做的啊 spam 然后是class等于一个什么 form form group 是吧 O-U-P form group 然后拿一个什么呢 BTN吧 刚刚做的啊 form group form group 点BTN 这个吧 form group form group 点BTN吧 然后里面放个按钮是吧 里面放个按钮啊 好 比方说里面我放一个按钮 放一个 button是吧 然后 这个是等于一个go 就是等于go吧 文字就是go 是吧 go的话然后是这样子 就是class点什么呢 BTN吧 然后BTN 什么 default 是吧 F-A-U-L-T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刚才做了一个表单的 表单空间组 是吧 表单空间组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了是吧 嗯 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好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之后我们还得做什么呢 那么它没有放进来是吧 没有 没有合在一块是吧 看一下啊 form group 点 哦 这个这个写错了是吧 这个是应该是imput group是吧 imput group吧 好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啊 我们刚才做的那个 应该是imput group啊 刚刚写错了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效果是吧 这个改一下 改一下之后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它们是不是合在一块了是吧 好 合在一块之后一般的我们这个搜索一般是在右边吧 是吧 这种东西什么 左边可以菜单 然后放到右边去啊 放到右边去的话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就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这个 这里面有个啊 它里面的对齐的方式的啊 对齐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NAV right NAV bar right 就是在表单里面靠右对齐啊 这里面看有没有啊 这是菜单靠左是吧 这个菜单靠右吧 是吧 菜单靠左和菜单靠右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是NAV bar right 写到整个表单的上面去啊 然后是NAV bar right 是吧 是不是靠右啊 靠右啊 好 靠右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是吧 这个怎么样 是不是靠右了是吧 靠右了啊 看来说接着我这个go怎么样 我想换成一个放大镜吧 是吧 想换成一个放大镜啊 我不想用这个是吧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组件里面 把这个放大镜的这个东西烤过来吧 这个样式烤过来是吧 好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之后 然后放到我的哪个地方来 这个go这个地方吧 把它换成什么 这个spam吧 spam 好 然后这个class等于我刚刚烤过来的吧 这个是吧 好 这样子一个啊 好 这样子一个之后我来刷新一下这个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go啊 这个放大镜的是吧 放大镜啊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菜单的做法啊 菜单做法 好 那么这个菜单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如果说我把它缩小 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是可以什么 它是可以响应式的啊 比如说我把它缩小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样子可以是吧 这样子可以是吧 然后这样子啊 再缩小的时候是这样子吧 再缩小是这样子是吧 好 再缩小啊 再缩小啊 再来变成这样子了啊 但是这样子 应该 应该这个是应该隐藏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应该是隐藏的啊 是吧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菜单啊 它这个菜单也是这么做的啊 比如说这个 它的这个菜单是吧 它的菜单 比如说我把它缩小啊 看见没有 它变成这样子是吧 好 或者是这么大 然后缩小缩小啊 再缩小的时候怎么样 再缩小变成这样子是吧 看见没有 那么这里点一下哈 是不是这样子啊 有这种效果是吧 包括它这个是一样的啊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灰色的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里面 这个菜单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菜单我把它缩小 它这里有点问题 看见没有 是吧 它的官方网上都有问题啊 那这个时候是变成这样子啊 是吧 好 好 那么我们这个是不是现在还不能这样子是吧 比如说我们缩小是吧 我们缩小之后怎么样呢 现在还不能这样子是吧 还不能这样子啊 只能是这样子是吧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做什么呢 这个动画 还没有做这个切换效果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怎么样呢 先把这一步做出来啊 就是这一步 先把它弄出来啊 那么按照这个结果先把它弄出来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菜单啊 吧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